像是觉得荒唐 桑岩气笑了 什么 在通讯里找到钱卫华 温以凡打了过去 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间里 他又问一遍 小区名字和具体地址 能说一下吗 桑岩 没等温以凡等到答案 那头已经接起电话 温以凡还没开口 钱卫华语速飞快地说了一串 正好 我刚想答给你 你刚出单位吧 我刚接到热线 附近的中南世纪城发生火灾 你现在跟我跑一趟现场 温以凡忙硬下 跟他说了自己的具体 位置后便挂断 他对上桑岩的视线 总觉得这氛围有些安静 温以凡主动说 你住的是中南世纪城吗 桑岩 我临时要加个班 这顿饭下次再请你吧 说到这 温以凡停了几秒 迟疑地问 我老师现在开车过来 要不要顺便烧上你 三分钟后 两人坐上了台里的采访车 开车的是钱卫华 傅壮也跟来了 正坐在后座的位置 桑岩的车停在压口里的停车场里 他懒得回去开 温以凡便让他也坐到后座 自己坐上附驾驶位 傅壮立刻问 以凡姐 这位是 温以凡扣上安全带 随口说 我高中同学 住中南世纪城 应该是发生火灾那房子的业主 他得回去看看情况 钱卫华发动车子 差一道 这要巧啊 这十四年才开了个头 咋就摊上这种事情了 傅壮脱口而出 这会不会是什么不祥的征兆啊 温以凡说 大壮 别胡说 不过 哥你发生这种事情 一定是好的寓意 傅壮反应快 看向桑岩 很及时地改了口 火烧才门开 哥你今年一定能报复 桑岩用眼尾扫他 懒得搭理 哎 哥 傅壮凑过去了些 总觉得桑岩有些熟悉 我怎么觉得 觉得你这么眼熟 咱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温以凡坐在前头 低头检查设备 听到这话时 下意识觉得桑岩会回一句 你这搭讪的手法也太过于低级 但等了一会儿 他却一句话都没说 他没太在意 觉得这可能是因为 他此时实在没什么心情 中南市计程离这儿很近 开车只需要几分钟 一行人到现场时 消防车和救护车都已经到了 底下疏散了不少住户 明显是仓皇跑出 好些人身上只穿着睡衣 连件外套都没有 可能是没经历过这种事情 这会儿都聚在一块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此时临近晚上九点 不知从何时开始下起了雨 绵绵蜜蜜蜜的 冷到像是夹杂着冰渣 发生火灾的是六号楼八层庇护 火蛇将玻璃窗烧炸 如恶魔般疯狂窜出 蔓延到楼上 细点式的雨霉半点作用 落下便蒸发 桑岩住的房子就在这户的正上方 他顺着往上看 蛇尖抵了下唇角 眉心略微一跳 温以凡大概能猜到他当时为何是那个反应 估计给他打电话的人本身就不怎么靠谱 加上这事情来得突然 他估计根本没往心里去 片刻后 桑岩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钱卫华扛着摄像机 把周围的状况拍下来 车辆闪着红蓝光 消防人员来来往往 救火救人 以及控制现场秩序 没有空闲的时间 与事件大 浅色的水泥地被染深 黑夜和雨水将寒冷加剧 周遭吵而凌乱 人生与动静声混杂 像电影里的灾难片 瘟疫反往人群靠近 去采访逃出的住户 阿姨 抱歉打扰您了 我是南无电视台都市频道传达栏目组的记者 请问您是六栋的住户吗 被他采访的阿姨抱着个小孩 说话的口音很重 对呀 您住在第几层 是怎么发现火灾的 就五楼啊 突然听到爆炸声 把我给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哪儿在放烟花 看到摄像机 阿姨格外热情 外头动静声也大 我就跑出来看了 旁边的大叔插画 对呀 好几次呢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被控制住 砰 话没说完 还稍着的八层传来一声巨响 橙红色的火焰用力向外伸手 伴随着浓烟滚滚 像是要将黑夜照亮 又像是要将之吞噬 一片哗然和抽气声 前卫华迅速将镜头抬起 对准画面 温以凡顺着望去 目光停在酒楼的位置 随后 他下意识往桑岩的方向看 他站在原地 沉静地看着燃烧的大火 把电话从耳边放下 他收回眼 同情心后知后觉地冒上心头 所幸是 这场爆炸造成的损伤 不算太大 只有一名消防员受了轻伤 楼里所有的住户 全都已经疏散 还剩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 被困在电梯里 已经被消防员救出 花了接近一个小时 火室才被彻底控制住 消防部门还在清理现场 起火原因还不明 屋内物品几乎毫无幸免 全数烧毁 同层以及上下层的房子 也都有轻微损害 临近其上的九层庇护 影响最严重 厨房和客厅被烧得面目全非 对这事故的相关人士 一一做了采访 而后在业主的同意 以及消防员的带领下 温以凡和傅壮 跟着前卫华到现场 前卫华将屋内状况拍下 听消防员简单说了情况 时不时抛出几个问题 到九楼庇护时 温以凡还跟桑岩碰了面 他们找他做了个简单的采访 这回是傅壮提的问题 因为是认识的人 他问得很随意 哥 你现在心情如何 桑岩显然觉得 他问的这个问题极其傻逼 话里带了嘲讽 我很快乐 希望你也能像我这么快乐 前卫华主动问 这场火灾对你损失严重吗 桑岩平淡答 还好 前卫华 我们刚刚看了房子的情况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玩好的 桑岩 那又如何 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猖狂 桑岩接下来的话 明显配合了些 我没在这放什么贵重的东西 除了房子和家具 就烧了个手机 不过也早就不能用了 温以凡在旁边坐着笔录 动作莫名一顿 但跟他也没有多余的交谈 之后 一行人动身回台里写稿剪片子 傅壮忍不住说 以凡姐 你这同学真是又惨又牛逼 房子给烧成这样 他还能这么淡定 钱为华 你也安慰安慰他 让他跟物业和保险公司 谈谈赔偿 这段时间 找个新地方住就行了 不用因为这个事情太伤心 温以凡随口恩了声 尽管他并不觉得 桑岩那块需要他的安慰 傅壮又开始逼逼 不过姐你也很惨 明天休息 今天还得回台里加班 我本来都跟老师说了 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说到这 他压低了声音 用只有他俩能听见的音量抱怨 但他说我太废物了 文言 温以凡点点头 确实 这晚虽然过得有些兵荒马乱 但这段小插曲 在温以凡这儿 就算是过了 火灾只是意外的突发事件 恰好桑岩是其中的受害者 他回台里写稿子 将新闻成片上交 审核通过了这个事情 就算结束 之后 受害者所需要处理的后续 都与他无关 温以凡拿回钥匙 把钥匙还给前房东 跟前一个房子 彻底到了别 跟桑岩碰不上面 他也完全没必要通过通讯工具 主动在跟他提起请吃饭的事情 近期内 他剩下的唯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找到一个靠谱的 合适的新摄友 王玲玲把工作交接完毕 在新的一周到来前 彻底搬了出去 像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好室友的形象 从头贯彻到尾 临走前 王玲玲又强调了变 一定会帮他找新室友 让他千万不要担心 毕竟合租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温以凡没想过 要跟王玲玲介绍的人一块住 因为王玲玲介绍的人 有很大概率会是他不认识的人 到时候 如果因为这方面的事情闹了矛盾 又得找个新住处 反倒更加麻烦 但他这么热情 温以凡只能客气地硬下来 温以凡已经拜托了中思桥 这段时间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想着如果他也找不到的话 自己就只能上网发个帖找了 隔周周五 苏浩安正打算出门 就接到了桑岩的电话 他的话里带了几分不耐烦 上来就直接说 帮我租个房子 苏浩安 离家搬近点 我就住几个月 房子装修好我就搬走 你有毛病吧 老子是中介 你直接回你家住不得了 行 我直接上你那住 桑岩说 挂了 等等等 没想过 他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苏浩安咬牙切齿到 你挑个小区 我晚点帮你问问我朋友 沉默 过了几秒 那头回 上都花城吧 电话挂断 苏浩安莫名想起 王玲玲这几天跟他说的话 语气似抱怨 又似撒娇 要他帮忙给他室友找个新室友 说自己实在是找不到 苏浩安想骂脏话 他这高富帅 是长得有多像房屋中介 苏浩安正思考着 找谁帮忙 电光火时间 想起了王玲玲原本住的地方 好像就是上都花城 如果苏浩安眉机差的话 他室友 好像还是温乙凡 苏浩安打电话的动作一顿 挑了下眉 年前的这段时间 各种事件发生的频率 都多了起来 温乙凡过得比平时还忙 有时候连家都没时间回 直接把台里当成另一个家 他疲惫到了极致 累到觉得自己站着都能睡着 没日没夜的加班 让他无心去想别的事情 之前频繁遇见的桑眼 也因为在未碰过面 又变回了原来那个很久没见 并且毫无联系的老同学 闲暇时想起这人时 温乙凡唯一的想法就是 他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周日晚上 温乙凡终于忙完 总算找到个空隙 回家喘口气休息 他用钥匙打开门 一走进玄关 便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背影 男人高而瘦 似乎也是刚进来 鞋子还没脱 旁边放着个行李箱 温乙凡脑海顿时一片空白 连呼吸都停住 联想起了前两天 他跟的那个入室抢劫案 女侍主因为反抗 被歹徒捅了两刀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听到动静 男人回了头 两人四目对视 看到他的脸时 温乙凡脑补的画面立刻消散 他松了口气 感觉自己脚还有些发软 一瞬间升起的所有惊恐 渐渐被莫名其妙取代 你怎么在这儿 桑颜皱了眉 我还想问你怎么在这儿 我住在这儿 温乙凡脑子有点乱 只想知道你怎么进来的 话脱口的同时 温乙凡注意到他手里的钥匙 是王玲玲的那把 过了半晌 温乙凡脑子产生了 那个不可置信的想法 随着他的话应声而落 我刚搬来这儿 温乙凡脑子产生